歡迎收看 媽媽好神 比電磁波更可怕 焦慮才是健康殺手 我一直看電視 然後就是看到他說 吹風機的電磁波很強 人其實是經營在電磁波當中的 電磁波就跟婚姻一樣 你要面對他 然後你試圖處理他 你就會覺得放下他 什麼啊 我真的同意張宇小洪 這些家電每天都會觸碰到 每天焦慮他發出電磁波 會傷害你的健康 光是那個焦慮 我看自來因子在這個A 健康殺手無所不在 家裡健康怎麼顧 今天請到六位好神媽媽 探討生活中 令人憂心的三大殺手 到底哪些看不到的東西 暗藏致命危機 精彩內容馬上開始 第一個我們要講 現代女人健康三大殺手 是她 電磁波 我們不需要電磁波 但是我們不需要電磁波 對不對 其實我們真的 生活的時候真的很常遇到電磁波 對 電磁波超可怕的 你知道我之前是做辦公室的 然後每天都在電腦前面 就是一直接觸 就是一整天都在電腦 又常加班 就有一天突然來了台電的人 她就進來辦公室然後跟我講說 因為你們這間辦公室的地下一樓 那邊有一個很大的那個電箱 對 強力電箱是整個信義區的 如果那邊是要維修 如果沒有維修的話 就是整塊信義區這一半部 就會全部停電啊 或者有狀況 而且是我的位置正下方 她就整個很大的一個那個 那個騙電箱 而且是高壓電上面寫禁止的危險 對 他們就說 我們都不能去碰到那個地方 然後那是個大高壓電 我就完了 我懷孕啊 然後又是第一胎 我超怕它是畸形了 我就上網Google了好多 他們說這電磁波會干擾啊 我超怕我小孩畸形的 所以我又不能拍拍屁股說 老闆我不幹了 因為我懷孕 我又不能臨時這個樣子 對 那又這樣 所以我就後來去買了 一大堆的仙人帳 又一個孩子 我看到我的辦公室 跟那個那個 我的那個辦公室這樣為一圈 對 百證 百證 隨風水老師 我就這樣為一圈 然後每天就是很細心的照顧 然後就求生保佑 這些仙人這樣子 吸收一點點直播走這樣子 我除了是我自己怕我自己之外 其實更怕是小孩接受到那個 是啦 其實媽媽ają out 都是為小孩想 然後因為像小寶現在一歲了 然後她就開始走對一些像ançois 手機啊什麼都很有興趣 然後爸爸有時候就會對著那個Siri講話 就很喜歡問一些Google的問題 爸爸是沒有朋友 對 跟Siri聊天 而且爸爸都很喜歡跟Siri說 繞口令 對 不知道為什麼 我唱歌 唱首歌 紓壓 然後小寶就會看著那個爸爸的動作 就有樣學樣 他現在就會把那個手機搶過來 然後就會按 然後他又還不會講話 因為才1歲 他就會對著那個Siri說 然後Siri就會回他說 然後他就聽到那個手機會對他講話 他就好像很好玩 但是因為那個手機就有電磁波 我就很擔心他就會被影響 所以我就會讓他就是玩一下下 或者是偶爾給他看個照片 就這樣滑過去一下這樣 讓他就是高興一下就好了 然後趕快把他搶回來 但是有一天我發現呢 就算小寶不看手機喔 還是有電磁波的影響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他有一個老爸呢 平常就會這樣抱著他 然後小寶不就會在這邊嗎 然後老爸的手就會在這邊滑手機 就在小寶的頭的旁邊 然後我就覺得天啊 他的腦波就要被電磁波干擾 然後就非常緊張 天啊 好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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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不過來硬要過來 然後就硬要在電磁波點他這樣 不過來我就不用手機了 就在哪 對 我在確跡地台 對 可是到底什麼是電磁波啊 在哪裡無所不在對不對 其實包括我們現在應該有很多電磁波 其實電磁波說可怕是很可怕啦 那麼說不可怕 我們到處都是 包括我們在攝影棚裡面啊 電磁波還是蠻強的 對啊 那什麼叫電磁波 我們解釋一下 我們輻射有兩種嘛 一種叫所謂的游離輻射 一種叫非游離輻射 那麼所謂的游離輻射就是 比如Alpha Beta Gamma那種 核色線那種游離輻射 那當然是危險啊 那麼非游離輻射啊 電磁波是一種非游離輻射 所以我們最常見到的這種手機啊 家電用品啊 其實只要有電器用品的時候 都有電磁波 但是它是屬於比如說世界癌症研究中心喔 它屬於電磁波是2B級的 這個致癌的物質 2B算是嚴重的嗎 還是其實也還好 它算是A級嘛 它是B級嘛 那B級有分為2B 3B這樣的 那算是嚴重的啦 那但是我們剛剛提到的電磁波有強弱嘛 比如說Wi-Fi 我們隨時都在使用的手機啊對不對 那水比較弱 只是我們接觸比較頻繁一點 它比較弱 那麼手機呢 它是比較強一點的 那手機比較強一點呢 所以通常很多說 手機一響的時候 先不要接 對耶 我每次打電話給人家 然後都是看那個號碼 號碼顯示 如果跳成0.001 一開始跳秒數的時候 我才貼 就是在波通 嘟嘟嘟嘟嘟 或者是在跑音樂的時候 你都不要理它 而且我聽說還有人聽說有一個系統 APP的一個系統 就是現在大家很流行用的那個LINE 它的通話電磁波很高 它為了接收頻率 這個弱頻可以接收到 所以它可以加強波 那加強波一響的時候 那個電磁波最強 所以如果用那個 比如說這個電磁波的偵測器 那麼響那一剎那 那個電磁波最強的 所以第二聲到第三聲 那就OK了 所以一般來講 響個三聲接起來 那就最安全了 對 那電磁波到底有多可怕 對健康的影響 對腦真的有影響嗎 其實這些研究 目前都還沒有辦法百分百證實說 電磁波會不會致癌 尤其是電磁波波這個強度又差那麼多 像微波乳很弱啊 這個你假設手機 可能有就是稍微強一點 我不曉得啦 但是不同的波長不同的強度 這實在太難統計了 所以最後最後大概只有 針對像孕婦 或者是像小孩 我們大概就稍微謹慎一點 像很多人都說 那小孩的這個血癌啊 或者是他的腦癌 會不會跟這電磁波有關呢 後面都加很多問號 就是你很難去證實 它到底有沒有關係 那既然還不了解 乾脆不要碰嘛 所以我們就會說 小孩不要用手機啊 小孩不要這個 像我們這個小嬰兒要造X光 我們說 盡量能少做就少做啊 這個電腦斷層 盡量不要啊 大概就是類似這種概念 既然我們沒辦法證實 那對於孕婦跟小孩 我們會特別保護 大概是這樣 了解 可是其實啊 我們現在真的很多狀況就是 電磁波非常的多 那我們到底要不要 聽這些微音聳聽 還是我們有什麼東西 要特別注意 之前有一對夫妻很妙 他們呢是去了那個 不孕診診所 因為兩個都相當年輕 那結婚五年都沒有生小孩 那時候他們去 不孕診診所的時候 當然先做體檢 然後過去 最簡單啊 就是驗她的精蟲品質 精蟲量到底夠不夠 對不對 驗 醫生就說 不活潑 你這麼年輕的時候 不活潑 缺手斷腳的一堆 一堆 一堆的 一堆的 一堆的少年 你的精蟲 活動力又差 死蟲 然後蟲量又少 然後要不是缺手 就是要不是斷腳 到底是從事什麼工作啊 然後他們就說 其實沒有啊 也沒有在什麼奇怪的園區 他說 可是他老婆就是 不死心的問 醫生一句話說 我先生啊 他其實 因為是工程師 然後他主要是設計軟體 他連回到家有時候就是這樣子 我示範給大家看 就是他有沒有習慣性的 可能就是這樣子 擱在這邊 開始一直在工作 很性感啊其實 他的男生也這樣做的時候 他說 他一天這樣 好多個鐘頭都在做這件事 會不會有影響呢 醫生這樣子回答 醫生說 我用幾個報告告訴你 他有沒有可能有影響 他說第一個 你都知道 男性的精蟲怕熱 他說 那電時播有關係嗎 其實國外曾經做過一個很妙的研究 他就把男性的精蟲分兩一 把他放在這個電腦下面 但是他沒有 沒有說不是使用下 所以他應該照到底是待機 但是他開Wi-Fi 所以在開的時候 Wi-Fi會持續 真的很無聊的事情 對 但是他發現一件事情 在Wi-Fi環境下 他發現那個精蟲 他相對兩個去比 就發現他那種DNA有些 就是他有些 他就說 那有沒有可能 因為你知道我們人體很壯 所以你沒有影響 可是精蟲相對很小 而且他在那邊 所以他就發現 確實欸 好像如果以精蟲品質活動力或幹嘛 一般的室溫 跟處在Wi-Fi環境附近的這些蟲蟲 他真的糟一點點 所以他說 那要不然你先生 你如果這麼在意 請你先生以後不要這樣放著弄 請你把它拿到桌子上 用桌上去 讓他離遠一點 對 他就說這樣之後 他真的幾個月之後 他覺得真的精蟲活動力 也有好多了 對 了解 可是其實老實說 就像剛剛博士講的 其實連攝影棚 只要有電的都會有電磁波 對 所以攝影機燈光都會 那我們在家裡頭 那些用品我們要怎麼分 對啊 是用品也都 這些最常見的 其實電磁波 大概最常見三種 一種我們就手機3C產品 對 第二種家電用品 第三種交通工具 所以搭檢驗的時候 你不要很多 這個給老老父母 懷孕媽媽做的地方 底下都是電箱 哎呦 那後 那是不能說的秘密吧 那個熱熱的 你看很大的那個 那個是電箱 那個就會運轉的時候 會產生電磁波 那多少毫高是算強 是比較多 如果超過50以上 就算強了 對就有危險性 這個地方有個距離 使用距離 為什麼電磁波強弱 跟那個距離會有關係 嗯 那麼你看一下 這個電磁 這個電磁爐 使用在30公分以上 它偵測的毫高濕 那為什麼毫高濕 4到50呢 因為它這個防護罩 用了這個舊的還是新的 或者說它使用的黏線 所以如果你這個 微波爐 電磁爐 用久的時候 對 那你看一下 家裡的微波爐 通常我們建議說 微波爐 特別注意 這個如果臥室 跟廚房是並臨的 那特別注意 冰箱 微波爐 這個靠著牆 你牆的那一端 不要是睡覺的床 特別避免 因為你看一下 微波爐 50公分以上 它可以到達200毫高濕 哇 所以在使用的時候 最危險就是它背面 那接著兩側 前面是比較安全的 那手機跟他們幾個比起來 手機 那第一 第一剎那就超過200 什麼 第一剎那 超過200公司 第一剎就超過200 第一剎超過200公司 所以說你如果到你的朋友家裡去 他們家收訊不好 你不要嫌人家 人家家裡健康 哎呦 那小可你們家住在深浪 你就要收訊不好 恭喜 我家收訊超冷 但我家有裝Wi-Fi 那如果真的裝Wi-Fi那種呢 無線網路到處 也是會 無線網路它是隨時的 隨時的 所以那個就不要放在全家 容易聚集的地方 哦 好難喔 那你自己有什麼方法 可以從這些電磁路上 我現在覺得廚房很可怕 因為廚房真的就是 所有的家電 你想一想 你轉過程去就是尾波爐 然後你再轉過來 又是電磁爐 然後可能轉過去又是冰箱 而且冰箱的時候打開 就在那邊蹲著 在那邊拿菜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廚房真的很可怕 但是因為我很久 很早之前就知道 微波爐其實 那個電磁波很高 所以其實我們家現在 其實微波爐 我都沒有什麼在用 真的要熱菜 或真的要熱什麼 我都是用瓦斯 我之前懷孕的時候 朋友有送我 防電磁波的圍裙 可是我覺得 一來很熱 二來你根本不可能 你電話響 或是你突然想要滑手機的時候 你會記得穿上圍裙 對 然後就是有時候會糾結這件事情 後來就放下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有一次看電視 然後就是看到他說 吹風機的電磁波很強 我想說你每天對著頭吹 那個東西原來電磁波很強 你怎麼會想到 然後我就發現人其實 是經營在電磁波當中的 電磁波就跟婚姻一樣 你要面對它 然後你試圖處理它 你最後只能放下它 所以我們不可以接受它 會不會有抵抗力 會不會 不過我真的同意 詹宇小鴻講 雖然不是說暴露在電磁波就有抵抗力 還是婚姻的問題 但是不會的 都是 我是覺得啦 因為既然天天 你說這些家電 每天都會觸碰到 對 啊你每天焦慮它發出電磁波 會傷害你的健康 光是那個焦慮 我看致癌因子 再來就是1A 你每天會在焦慮當中 你不得癌症誰得癌症 可是如果妳今天很輕鬆面對 正面 對 稍微距離抓一下 不要就是拿著微波爐 放在自己肚子前面 我想應該就OK 也是 不過到底呢 我們從吃的方面要哪些注意的 就是吃哪些東西可以 幫我們消退這些電磁波的危害 其實上這些電磁波 大部分可能會產生一些自由 其實對我們身體造成的一些損傷 就我們常常講的 就是常常聽到一些癌症啊 或者是一些慢性病 甚至這些皮膚會容易摔老 或者是眼睛容易產生白內障 等等這些疾病 那所以我們從食物裡面來吃呢 就會建議多吃一些 抗氧化能力比較強的食物 對那這邊幫大家列了幾個 像第一個番茄 不管是牛番茄 或是小番茄 我們要的就是它裡面的 茄紅素 那這個茄紅素呢 就是有一個重點 一定就是要 跟油一起攝取 我們才容易吃到這個抗氧化的物質 像如果說大番茄就可以用草的 因為有油脂 可以當作栽體把它帶進來 那你如果吃小番茄的話 就會建議大家 在吃小番茄的同時 再搭配堅果類的食物 對 你就可以當作吃水果點心 然後又可以做到一個 預防的一個效果 了解 那第二個呢 黑木耳 其實黑木耳呢 它含的一個 果膠質含量是非常豐富的 所以不管一些有害物質啊 或一些其他東西 在我們腸道裡面 它就可以容易比較吸附 然後把它代謝出去 然後再來 紫菜跟海蛋 那這類的食物呢 其實它含有一個 比較特別的營養素 叫做 一個石 石字邊 然後一個東西南北的西 對 它也是一個抗氧化能力 非常強的一個營養素 那它主要就是 藏在這兩個食物裡面 所以這個也是可以多吃 那再來 一些辛香料 比如說像一些 辣椒啦 蔥 薑 蒜 或者是一些 薑黃啊 咖哩等等這些 因為它裡面呢 一樣就是重點就是 抗氧化嘛 那它主要就可以修復一些 我們破損的一些細胞 可以修復我們一些DNA 所以就會減少我們的 一個細胞產生病變 那黑芝麻呢 它除了補鈣很好之外呢 它也含有非常豐富的 維生素1 這維生素1就是幫我們抓住 身體裡面的自由基 然後讓我們的細胞不會被損傷 那再來 綠豆啊 就是它就是有一些 解毒的一個功用 這大家都知道 那再來 乳瓜 就含有一種 比較特殊的一種蛋白質 它也是會提升我們 身體的一些免疫能力 所以讓我們的免疫細胞 就是會有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防禦系統 好啦 我們來看看第二個 女性健康的殺手是什麼呢 藍黃 這很難避啦 很難避 而且你說就是 好我們自己 有的時候就是明知道它不行 但是你就是沒有辦法 像我自己就是夜深人靜 當孩子跟老公都睡的時候 想說 今天有最新的劇情喔 然後就是眼開 然後一追就是 我還好我其實沒有 就是一次把它看完 我最多最多 大概只有三四個小時 因為那時候小朋友差不多要死 對 但是你知道那個環境就是 你不能開燈 因為老公在睡覺嘛 然後你的螢幕也不能開亮 因為小朋友睡旁邊嘛 所以你一定就是這樣看看 然後有多少次都是砸到一頭 然後醒來之後 想說不行還是要看完 所以看完隔天早上起來之後 真的會感覺到 你在看視線會變得很 好像有點味光 跟模糊 對 因為像我小孩八點半睡覺 那我在陪他睡覺的時候 我覺得魔鬼可以在旁邊玩手機 然後有時候玩手機著迷的時候 他已經睡著了 我還繼續在旁邊玩 那有一天晚上也是在玩手遊的時候 突然手機一按 就是突然覺得怎麼一按 以為是手機擋機 那我就出去 欸奇怪 明明有聽到老公在看電視的聲音 怎麼看不到他 我就大叫想說 老公趕快帶我去看醫生 我失明了 然後老公就趕快準備要帶我去看醫生 但你也知道男生準備很久 我就在那邊很絕望等了15分鐘 好像又看得到了 然後就才知道說原來這是 暫時守 智慧手機失明 這菁姐有這個東西嗎 這個是之前在英國有個醫生 他發表過兩個個案 真的有 他們也是跟大家一樣 因為婦女朋友們可能忙完家庭之後 大家都黑暗的時候 趁黑暗看手機 對 可是趁黑暗看手機又很累對不對 所以通常有沒有其實是側躺著這樣看 所以他其實一隻 單隻眼睛在看 另外一隻眼睛其實已經在休息 可是又不想讓老公他們看到 所以很黑 所以他發現 他兩個案都是這樣 當他把眼睛放下來 然後可能打算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他發現奇妙了 然後這個暫時性的單眼失明現象 大約 他們都主數大概15 20分鐘之後 就恢復了 那他推測是什麼呢 因為你想想看你兩隻眼睛 一隻是一直在接受亮光 可是這一隻早就已經適應了黑暗 眼睛在黑暗的時候 他會打開瞳孔放大一點 讓更多光陷進來 可是這一隻是在看亮的 所以他一直不需要放光 所以你放下來的時候 這一隻眼睛已經適應了黑暗 他是看得見的 可是這隻眼睛剛剛一直在強光下 所以他是沒有辦法調適過來 於是他這隻眼睛看得到 因為你知道眼神有時候會偷懶 其實他有時候是只有一隻眼睛在看東西 對 所以他這個時候造成的這種叫做 暫時性的智慧型手機的失明 你們好像會覺得藍光這兩個字 看起來很高科技喔 對 很厲害 因為很多藍光的電視 但其實呢 藍光就真的就是藍光 就是藍色的光 就這樣 小朋友會被那個彩虹紅 紅塵黃綠藍電子 就是那個藍 可是你要知道這個紅到紫 中間那個波長有穿透力強 跟穿透力不強的 紅外線大家就覺得沒關係嘛 但是紫外線 但是你就會說 我們在外面被紫外線塞了 因為偏紫的那一區 紅塵黃綠藍電子偏紫那一邊呢 它的穿透力就會比較強 就紫在外就更強了嘛 它就可能會讓你曬傷啊 或皮膚矮啊什麼的 好啊 藍光就是偏在這 對 所以所謂的藍光 其實就是那個波長的光 比較能夠穿透到 我們的視網膜後面 造成我們的視網膜 可能就需要解決它 也不是說傷害 就是要解決它 那解決這個過程就會 可能會用掉你身體裡面的一些物質啊 或者是就是讓你需要修復它 然後等等等等一些 一些後續的補強 對我們剛剛提到這個藍光 其實在我們這個現代的生活裡面 最常接觸到的 手機 是 平板 是 電視電腦 那麼還有LED燈 LED燈其實藍光很強 很多人在家裡裝LED省電啊 但它沒有那個燈照 那個有LED燈 它有燈照 綠藍光的 眼睛才不會傷 不然就容易產生說 這個 黃斑性的那個病變產生啊 那這樣說起來 如果我買藍光的DVD 那個放映器 會不會它的藍光影響到了 好 太棒了 謝謝你 我真的等你問那個問題 我真的等你問那個問題 很蠢 因為 你看醫生說 他就真的遇到過有患者來說 你怎麼辦 我都看藍光DVD了 我們會不會壞掉嗎 然後醫生就說 那個藍光是在讀DV 讀那個CD 不是在給你眼睛看的 喔喔喔喔 謝謝 我想說很多電視都說什麼 抗藍光 然後我覺得那是藍光DVD 那我們要選哪一個 其實因為這些東西 你還是要去自根嘛 那我是覺得 可能還是為 因為我一直在破壞它 所以想說 應該要去買一些什麼 葉黃素啦 然後來補充 對 有一次我看到我的親戚的小朋友 在吃一個東西 然後我就想說 他媽媽從來都不讓他吃甜食 他怎麼會在吃果凍 對 就這個 然後後來我疑問之下 我問我親戚 我才知道原來他在補充的是葉黃素 他這是葉黃素的果凍條 然後呢 他其實可以冰冰涼涼的放在冰箱吃 之外呢 它其實裡面有含它的 玉米黃素 然後跟那個枸杞的萃取物 其實這兩個東西大家都知道 就是對於葉黃素跟眼睛是很好的 然後其實它的 熱量非常低之外呢 它兩包 一天吃兩包 就補充到我們 人體需要所攝取 需要的葉黃素的量 對 然後它酸酸甜甜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耶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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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那個水果果凍 很好吃耶 而且它熱量很低喔 它熱量一包不到15大卡 很好吃耶 對 然後像我爸爸 他是就是早上起來 他有一堆維他命 然後跟那個高血壓的藥要吃 所以當我那時候 買瓶瓶瓶瓣瓣的葉黃素給他的時候 好好吃喔 你這樣子我真的不用吃飯耶 對 我吃藥丸就吃飽了 所以當我後來拿這個給他吃的時候 他現在只要吃完飯 他就自己去拿兩條來吃 他就很自動自發的想要 我今天好像要吃甜點了 然後他就去拿 真的還像甜點耶 對 然後你就會覺得 大人其實吃的時候 你也不用擔心說 會不想要吃藥丸 然後不想要補充 然後小朋友吃的時候 會吃的就是很好玩 下次來可以 增加冰箱再帶來嗎 真的 好好吃喔 真的很好吃耶 又可以補充 然後又可以吃得很開心 而且小朋友不會抗拒就對了 對 這個就可以保護看 對 藍光 安東媽的有什麼好方法 前幾天因為我覺得 夏天都有蚊 就是會有蚊子 我一直看到那個蚊子 但是我找不到它 然後我就乾脆 放下手機一點點的余光 然後就是盯著我小孩身上 我就是不想有蚊子咬它 但是我就是因為看到黑色的 但是又必死你知道嗎 那個不死 你整晚都用手 真的 他就在安東的腿上 我就 他一定要死 因為他比較 手掌比較用力 就打他的大腿一巴掌 結果後來 咦 沒打到 然後後來我老公進來的時候 我就看一看 我就看他說有蚊子 很討厭 因為我本來都會 用Line Cue他進來餵蚊子 我都會說 老公那個房間有蚊子 你趕快進來睡覺 因為他也是高體溫 我就會咬他 好可憐 這是什麼 四孝的故事 然後老公就進來 結果後來他就說 他就在那旁邊 然後我們就一直在等蚊子 其實根本沒有 但我隱隱約 就是繼續看手機 就看到這邊有個黑點 那邊有個黑點 所以我開著那邊 手機的燈看 所以說是我眼睛 都會看到黑蚊子 對 對 我自己在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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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自己在家就 對 我不知道有這個東西 所以我平常在家 我就是會 泡一個枸杞 水自己喝 然後我也會 在飲食上面 都會加花椰菜 我覺得綠花椰 好像什麼 神聖的東西 什麼病都可以治 所以我就 我就會加花椰菜 然後煮玉米 然後有時候會用鮭魚 我想說這樣來調理 我自己的眼睛 因為我老公 他是個比較健康主義者 而且我們現在的人 很難不用手機 那時候就強迫我要去 配一個抗藍光的眼鏡 抗藍光的鏡片 還真的蠻貴的 而且它好像蠻厚的 它蠻厚 而且它反射起來 會有點黃黃 戴起來不是那麼的好看 那我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而且它很貴 這樣一副才九千塊 真的還假的 真的很貴 因為它說它就是抗藍光 我覺得它可以 然後我平常就是 晚上如果要睡覺前 我就會來按摩 就是讓眼睛休息一下 因為有時候我們眼睛 用眼過度 還是會有點疲勞 所以我還是會用一下 那個按摩機 大概五分鐘我就可以 就是讓眼睛 就可以比較舒服 避免藍光會五大年糟 是 第一個 當然 這個 剛剛說抗藍光眼鏡 保護器材 這個OK 第一個 第二個 不管是夜黃素 魚油 它好像我們舉例來講 就好像說 紫外線吸收劑 就好像防曬一樣 所以我們避免這個藍光破壞 所以吃那個夜黃素 就是避免傷害到我們的視網網 那麼第三個呢 手機在看的時候 30公分 40公分 避免 第四個避免在晚上的時候看電視 晚上看電視 燈要打開 不能夜間在房間裡面 關電燈 看電視看手機 那很傷 剛剛王毅就提到過了 第五招 不是不晚的 少玩手機 這五個應該是最有用的 那如果真的不是那麼容易做到 因為不然手機真的太難了 你叫媽媽小孩紅色的 開燈看電視 找死 我們有沒有什麼方法 就是用吃的方法 讓自己可以可能 比如說花椰菜啊 或鮭魚或枸杞 這些有用嗎 營養師 因為其實像我覺得枸杞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選擇 因為其實像枸杞 在中間上來講 它有明目的效果 那在細衣上面來講 因為其實枸杞 它算是 一個水果的部分 然後它也含有非常豐富的 胡蘿蔔素 所以其實它的抗氧化能力非常好 而且它也含有非常多的 玉米黃素跟葉黃素 對 所以其實枸杞 就是雖然它看起來這樣小小的 但是如果平常就是把它 就是弄成這樣來喝的話 是有保護眼睛的效果 然後再來就是花椰菜嘛 花椰菜其實它也是 抗氧化能力很好的一個食材 所以平常的話 除了可以保護眼睛之外 對一些癌症方面也是蠻好的 然後再來鮭魚 因為鮭魚它是屬於 Omega-3的一個 一個脂肪酸的部分 而且含有DHA 那這個東西呢 就可以幫助修復我們的 眼睛裡面的一些細胞 所以其實平常的飲食保養 就是可以這樣子去做一個攝取 它這裡頭有玉米黃素 枸杞多糖萃菊 就是喔 你說很棒的枸杞 對 枸杞我覺得它是一個超級食物 喔 對 但是它 它有 葉黃素有玉米黃素 然後它有很好的抗氧化的 BEPOP椰素素 我幫妳看啊 一個少女如果在她包包裡面發現枸杞 但是一個少女如果在她包包裡面發現枸杞 然後拿著一些果凍 然後拿著一些果凍 超過 但是枸杞跟在一些果凍 對 果凍 而且耳包上皮巴拿出枸杞 就真的是耳包上皮巴拿出果凍 然後就按著少女 親手女 對 那如果真的擔心我們視率退化的話 那個葉黃素是可以幫助我們這些 保健方面的東西嗎 對 因為這麼講好 因為其實葉黃素大家都常講嘛 那其實這個葉黃素它主要的功能呢 它就是儲存在我們的眼睛 視網膜裡面的黃幫區 那這個它儲存在這邊的好素是什麼 為什麼說我們都要多吃這個來保護我們的眼睛 因為它就是會幫我們吸收掉一些的藍光 所以就有點像是天然的太陽眼鏡 好棒喔 對 外在你可能戴眼鏡嘛 那可是一定還有漏網之餘嘛 就是你沒有辦法就是去把它照顧到的 那你在我們的眼鏡裡面這個葉黃素為什麼要多吃 它就是天然的一個屏障 所以就是為什麼要多摄取這些葉黃素也是有它的道理的 好棒 那我小朋友從小就可以吃了吧 接觸這些葉黃素 因為其實現在小朋友其實蠻早就會接觸到一些山下 是 可能在吵的時候可能手機拿出來看蕎虎 眼乖 眼乖 對 所以其實如果以現在的這種狀況的話 其實都會建議大家就是要及早對眼睛做一個保護跟保養 對方終於治療 那其實像剛剛有提到的是玉米黃素 玉米黃素 這些是什麼 玉米黃素它就是可以幫助我們清除一些致油肌 減少這些對我們眼睛細胞的一個傷害 對 然後再來剛剛有講到就是 食物的話就是要多吃一些枸杞 或是抗氧化的食物 就是像一些比較紅橙黃綠藍鏈紫的蔬果 像彩椒啊 或是一些芹菜啊 或是像一些蘋果 這些含有比較豐富植化素跟抗氧化素的一個食材 就是可以當做我們平常的一個保養 那我們人不能自己產生葉黃素嗎 不行 其實身體是沒有辦法去產生葉黃素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另外去做一個社區 那像那個玉米黃素那些是從玉米來的嗎 玉米黃素玉米裡面也有 那像葉黃素裡面也有 那跟大家講一個觀念 其實像那個通常啊 如果我們從食物來補充 葉黃素呢 大概一百公克的玉米粒 的含量是一毫克的葉黃素 那我們一天需要幾毫克 通常如果做保養劑量的話 就是六毫克到十二毫克 我沒有吃六毫子給我擺 這怎麼好我已經那麼胖了 而且它是澱粉 所以變成 因為你如果吃了玉米 就沒辦法去吃米飯嘛 你是要做替代的觀念 所以就是會變成有可能從飲食裡面 就比較容易攝取到不均衡的一個狀況 對所以適當的話是可以做 從一些營養品去做一些補充嘛 那其實補充葉黃素有一個訣竅 因為葉黃素它是屬於脂溶性的 所以就會建議大家在補充葉黃素的同時 就是要在飯後吃 不管是早餐 午餐 或者是晚餐的飯後 因為你在吃飯的時候 你一定會攝取到油脂 這樣才可以有效的去利用到我們的葉黃素 那如果你是空腹時間比較長的話 那你就是一樣就是要搭配一些堅果類 一些油脂 對 因為我吃這個 我這次給我爸說 你就是飯後吃這個當甜點 Ending 然後他就覺得很開心 然後剛開始吃的時候 他就覺得說 我現在好像眼睛好像真的有被顧到 然後我想說 我現在看你的輪廓都比較長 唉唷 我想說 你之前看我的輪廓有多模糊 其實其實你作用也有 但是我真的覺得要不對商品 然後這個東西其實兩條就等於 剛才老師剛才營養時有講到六毫克 它兩條就等於六毫克 喔 真好 對 然後卡路里又低 不過這個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保護我們的眼睛 畢竟它是我們的靈魂之口 真的 好 緊接著來看看第三的殺手是什麼 還有 天哪 欸 磁激素 磁激素不是很好 對啊 女生啊 不是都很磁激素嗎 對啊 她為什麼可怕 最近這些年啊 有些人聽到磁激素就會害怕 原因是因為早年呢 大家都知道女生如果更年期的時候 可能有一些什麼熱潮紅啊 睡不好啊 皮膚癢啊 個性很暴躁啊 思眠啊什麼都有 那這種情況呢 以前呢有時候 醫生會給他們一組叫做荷爾蒙補充療法 對 那他們認為說 欸 至少可以 因為你知道女生的荷爾蒙對它很重要 是因為磁激素下降之後啊 很多女生的疾 本來以前年輕的時候少的疾病都會出現喔 包括 所以磁激素其實對女生而已 天然的磁激素是一個保護因子 可是後來呢 有一個群人又做了一個無聊的實驗 沒有 他就想說 那我如果來看看 如果這女生呢 讓他補充荷爾蒙 看他有多少的心血管保護的功能 結果沒想到 他還沒有看到心血管保護功能的時候 就發現 怎麼好像有一組 好像乳癌的個案數又比較多 真的假的 所以他後來就終止了這個研究 說不行喔 好像磁激素補充的話 可能會造成乳癌 可是這個數據後來又被研究 是發現說 事實上如果你去比較 發現乳癌的個案 其實非常的少 可是因為他們可能覺得 有一些顯著性的數 所以醫生後來講說 磁激素的使用 你知道不要過度長期 在醫師的指示下使用 其實是安全的 所以就重點 所以我剛剛說 問題在什麼 在濫用 之前聽過最慘的個案是什麼 有一個女生 我不知道後來官司有沒有打完 那女生很年輕 後來她原因 她送醫的時候 是因為她 類似中風的症狀送醫 後來發現她有血栓 可能就是血液中的淋血 就痰流痰流症狀 很年輕 後來去檢查就發現 這麼年輕怎麼會血栓 就發現 她貼了所謂的避孕貼片 然後他們說 後去查才發現 好像有些避孕貼片 會造成這種血栓的風險 所以 可是他們就想說 你怎麼會知道這個東西呢 後來才發現 她好像是自己去藥局買的 所以問題來了 這也是濫用的 這道道理呢 不論你是用吃的避孕藥 或者是你是用貼的 這個東西應該醫生處方 醫生處方的時候都會問你幾件事 第一個你有沒有相關的 心血管風險的問題 第二個你有沒有在抽菸 因為這些都會提高血栓的風險 所以它要開給你藥的時候 其實它是會問你 可是你自己去買的時候 你可能不知道它有風險 你覺得貼得很方便對不對 於是就造成這個慘菌 通常我們剛剛提到磁激素 最常用到的就是兩個 一個就是吃的一個人外用 那麼它外用用在哪裡 來洗髮精 避免禿頭 為什麼呢 會禿頭的大部分是雄性核酸非常旺盛 但是科學人又出來了 它離癌的風險非常高 不管是這個 如果以女性來講 這個用了化學磁激素 容易 這一類的癌症發生風險就相當高 所以台灣去年也禁用了 其實它全世界歐盟也好 美國早就禁用磁二醇激素了 其實很多研究這樣子 為什麼化妝品用在皮膚上的 比吃進去更嚴重 因為它研究報導說 如果吃進去了 肝臟會代謝 那肝臟代謝的這個效果 可以達到80% 如果正常人 可以80%把它代謝掉 但皮膚吸收進去的剛好相反 代謝只有20% 18%只留在身體裡面 所以現在呢 有磁激素的化妝品也都禁用了 所以盡量避免 因為這一些都叫 精皮毒 經由皮膚吸收毒 反而比吃進去更大 之前有聽說就是 很多女藝人 她是為了要豐胸 所以他們去找皮膚科醫生 開皮膚藥 然後所以他們就有豐胸的效果 看到嗎 你不要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 然後都怕懷孕豐胸 對 然後我朋友她真的是因為這樣 她想要豐胸 又想要治青春痘 所以她就去找皮膚科開皮膚藥 那大概吃了4年 然後她現在停藥3年了 她到現在都還沒辦法懷孕 而且她停藥囉 她還越來越胖 就不知道為什麼 很可怕 這個問題是在於這樣 就是以前 其實很多老人家 她的囉嗦是出自已關心 但有時候你會覺得 喔 這一關太多了 比方說懷孕的時候 他們說不要上超音波 他們會傷害胎兒 可是問題現在 除了超音波 還有3D超音波 還有高層次超音波 我們到底要聽誰的 我跟你講 連我自己老婆懷孕的時候 我都聽到這樣的留言 對 不對 後來我還是跟很多副產科醫師討論 也看了很多其他的文件 真的的確不太需要擔心 包括一般的超音波 或者是有那個都普通的超音波 或者是這種3D的超音波 當然那個能量 也不是說能量 就是它超音波的強度的更強 可是目前看起來 一樣啦 我們醫生都沒有辦法打百分比 但是只能說 大概沒什麼害處 你的胎兒這麼多 小孩做3D的超音波減少 出來也都健健康康了 應該是不會有什麼很大的問題 對 這個問題是在這樣 就是以前他們發現有一些女性 她的青春痘跟一些荷爾蒙的刺激有關 所以有些醫生會開這一類的 就是用避孕藥來讓她吃 讓她治青春痘 意外會發現有豐胸的副作用 可是最近幾年其實啊 已經漸漸的他們是開發出來 真的針對青春痘用 是非常低劑量的 就是這一款呢 她後來發現 第一個 肥胖的副作用已經沒有了 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她劑量非常的低 而且她是專門針對這個 所以就比較沒有以前的一些疑慮 而且她的適應症也包括這個 所以她是吃早期的 對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她35歲才結婚 所以結婚之後 就是要緊羅密鼓的 就是安排懷孕生小孩 可是她在這個時候 卻發現她得到乳癌初期 所以她就在治療的期間 這個三到五年都沒有辦法懷孕 所以她就常常會來我家訴苦 然後順便玩我的小孩 然後因為她離癌之後 對飲食或生活環境 都很多研究 她有一天就在我家浴室 拿出三瓶 洗髮精跟乳液 她說 你用這個東西裡面有磁激素 我才知道說磁激素是 世界衛生組織認定的一極致癌物 所以就是除了飲食方面 保養品跟沐浴用品 也都要特別注意成分 所以其實很容易遇到對不對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用品方面 之前比如說有一些 說洗了之後頭髮會比較牢靠的 對 一些洗髮精 或者甚至有一些人 他去買來路不明的那種 宣稱說好奇怪 好像有胎盤素有什麼東西 他就覺得那個 後來被發現有添加這些成分 但是因為第一個政府已經有新的規範 就是有落日了 有些不能再用 第二個就是我覺得 其實大家比較簡單 因為現在你只要 要買來路不明的 然後用東西之前 翻開背面看 其實你應該都有機會避開 對 他會寫化學磁激素 他會可能寫磁二醇或什麼之類的 上面寫化學磁激素 烈烈烈 然後換來骷髏筒 然後換來骷髏筒 我跟我一下子都 你也有很多奇怪的 什麼化學筒筒筒 誰看得懂 有發生 我有一個案例 譬如英國這個案子發生 英國一個世界知名品牌的 這個沐浴乳啊 他們給他小朋友用啊 洗洗洗 為什麼那小雞雞長不大啊 後來就體驗 既然那個沐浴乳也有奇蹟素啊 哎呀 後來當然官司打很久 但是也是打贏啊 像這種環境荷爾蒙 你們要怎麼避免啊 就很容易遇到 這個真的是全民 大家要有這個共識 因為不是今天你用這個洗髮精 你用這個東西 就只有危害你 你洗完東西 然後衝到下水道 然後衝到河流裡 其實全部在跟你活在同一個地方的人 都會喝到都會吃到 只是藉由間接的而已 所以我覺得這個 好像如果今天只是恐嚇你 這好像說的不太對 而且應該每一個人都了解說 當我們選擇產品的時候 那個成分真的要看 或者你就買環保標章 對 因為我們剛才講其實兩個層次 一個是真的這種人造磁激素 一個是環境相關的荷爾蒙 比如說人積分或什麼些 那人造的這種是你可以分開來看 那如果想說對環境友善系列 現在那個有那個環保標章的 他們就會去注意這個過程 就至少比較安心 幫你綁 我有個問題 就是磁激素啊 之前最早之前講的是 想說就是不能夠吃雞肉的脖子 或翅膀對不對 或翅膀 那是真的會吃多了 會在人體身上會有存留的 那是骨瘦的想法 不是吃骨瘦 我們今天一堆骨人啊 哪一個人在那邊 我吃狗子 我吃狗子 因為你知道嗎 那個刺氧肌 現在在氧肌跟以前都不一樣 磁激素它是猶榮性物質 所以如果我們要避免說 我這個動物性有脂肪的荷爾蒙 那個磁激素 是不是其他的抗生素 那不要吃 OK 不是只有脖子 不是有翅膀 只要脂肪的地方不要吃就好了 皮沒關係 像雞脖子也OK 只不過雞脖子都有很多脂肪 甚至有脂肪瘤 那一些比較有可能 有一些生長激素 磁激素 或者抗生素的殘留 因為它有溶性 就本來油脂不要吃 皮倒是沒關係 脂肪也是 了解 那營養師我們要怎麼樣吃 可以讓我們增加好的磁激素 然後降低比較不好的磁激素 像這種磁激素 跟女生比較息息相關就是乳癌的部分 對 那其實像第一個 就是我們會建議大家 就是盡量以低脂的飲食 就是你不要刻意去吃一些油炸類的食物 對 就是你攝取的頻率 就是一定要降低 那其實第二個 高纖食物跟低脂飲食 其實也是息息相關的 如果你把脂肪的食物降低 然後多攝取一些高纖維的食物 相對的來講 就可以讓我們這些比較不好的磁激素 就是比較不會產生 那什麼叫做高纖維食物 就是我們一般常講的 蔬菜水果類 就是簡單跟大家說 如果你是吃蔬菜的話 就是拳頭一天最少要三個 水果最少要兩個 這是最基本的需求量 所以吃到這樣以上 我們才會叫做高纖維的飲食 了解 然後再來就是要減少身體的脂肪含量 那現在除了體重之外 我們要看的就是我們的體脂肪 那女生就會建議就是保持在27%以下 那你如果是超過40歲以上的話 那其實你就是可以把標準調到30% 所以大家在量體重的同時 不妨檢測一下自己的體脂肪 了解 然後再來就是限制酒精的攝取 不是說酒完全不能喝 而是我們不能過量的喝 也就是不要酗酒的概念 那第五個就是要減少去攝取到一些 含有一些殺蟲劑 或者是減少一些磁激素的暴露 兩次這種殺蟲劑 就是簡單來就是我們攝取的蔬果 就是盡量要 脂肪掉農藥的產業 了解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跟我們的環境 就是環境荷爾蒙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也會建議大家 在吃任何蔬菜水果之前 盡量用 這樣子就可以減少掉80%以上的農藥 了解 對 所以你看營養師每次來這邊 三蘇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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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電磁波 抗濃光 抗濃光 都很重要 感覺好像吃青菜水果 對你就很多的擔憂就可以去除 對啊 是 所以呢 其實呢 每個人啊 每天都很多要煩惱的事情 你看 我們的健康殺手有那麼多 就在我們生活中 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慢慢地從三蘇二果開始 然後慢慢地從葉黃樹啊 各方面開始補充 希望大家都今天看看好不好 那記得讓媽媽好跟本帳 共同舞蹈見信給大家 拜拜 拜拜 他的黃神回復 有那麼誇張嗎 小葉燈會讓孩子性早熟 自從做了這個節目之後啊 就是對健康比較有一點點的了解 然後所以網路上常常很多文章 關於健康方面就會 哦 哎呦 原來是這樣 可是我之前看到一個有點嚇到我 因為我們家睡覺都會領小葉燈 可是他說 夜燈會導致孩子性早熟 這個很可怕耶 這個是有一點點的邏輯 但其實只是一個過度隱身的一個說法 也就是說我們的特黑激素的濃度 的確會跟我們的性發育 第二性真的發育會有關聯 但這關聯呢 其實不是跟那個夜燈有關 是一個比較極端的 比如說你是全忙的人啊 或者是你是每天晚上睡覺都開大燈啊 然後這個 這個從來都沒有關燈過啊 那這樣的狀況下 可能你的特黑激素的濃度就會跟正常人不一樣 所以晚上的確是應該要關燈 然後要規律的睡眠 那在這個前提之下 你開個小夜燈 說老實話 應該對你的整個特黑激素的濃度 影響不會太大 瞭解 也有人會開一個很大的燈 像什麼一樣 對 那就不叫夜燈了 睡覺 不叫太陽燈 那不叫夜燈 一樣就是RELAXING就對了 沒錯